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手张杰也成了她的流量密码 谢娜也跟着受牵连 丁太生就曾专门发视频 吐槽谢娜在《浪姐4》中的表现 直言谢娜唱歌和她的文化水平一样干扁 毫无亮点言 丁太生还把谢娜和张杰两口子 一起拿来吐槽 认为她俩就是平淡生活中的刺 时不时就能刺我们一下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谢娜因为她她她遭重巢 丁太生怎么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于是一期专门吐槽的视频如约而至 丁太生认为 《浪姐4》4公舞台有两个亮点 一个是谢娜唱了她她她 一个是美伊里亚唱了《青鸟》 很多人会拿《浪姐4》的《青鸟》 去和陈乐依演唱的《青鸟》进行比较 丁太生个人更喜欢陈乐依的版本 情绪和演唱是一贯的 中间没有任何断层情况的发生 《浪姐4》4公的版本 一到美伊里亚的演唱就会让人入戏 美伊里亚一不唱就让人出戏 这种断断续续的感觉让人听着不舒服 在丁太生看来 合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你的合作对象很强 那么它的强也会刺激到你 很可能会让你超水平发挥 你的合作对象很拉胯 很可能会抵消你的能量 让你的水准很难发挥出来 丁太生画风一转 他表示恋爱也是如此 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这个人会带着你 让你变得更优秀 龚琳娜遇到了老罗 在老罗的启发下 龚琳娜也成了声音艺术家 他把演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艺术表达 丁太生表示 如果龚琳娜遇到的不是老罗 而是张杰 那么后果不敢想象 但谢娜很幸运 她遇到了张杰 原来所有的铺垫 都是为了Q张杰和谢娜 丁太生的视频 张杰也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 丁太生认为 谢娜是一个不太会唱歌的人 她的声音条件太普通 甚至低于普通的KTV水准 声音完全没有魅力 但谢娜很勇敢 她敢于对自己发起挑战 她选择了去和龚琳娜 美伊里牙共同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塔塔塔》 《塔塔塔》是一首词曲 唱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一定要由真正会唱歌的歌手来演绎 否则就是暴殿天物 丁太生直言 宫琳娜和美伊里牙都是非常优秀的歌手 高手过招能互相激发 彼此互相碰撞 也能让他们的魅力最大限度地散发出来 但如果硬塞进一个不会唱歌的人 则一定会妥协掉作品原有的精彩 丁太生表示 《塔塔塔》是一个不属于谢娜的世界 就像大家正在谈论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而有人只会在那扯着嗓子大喊牛掰 大家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丁太生吐槽 谢娜就是闯入了一个 他不该闯入的世界的一个玩笑 在这一版的《塔塔塔》中 谢娜可能不只是那个 贪他的 他更有可能是一个 邋他的 邋他的闯入 不但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 更直接拉低了作品的表现 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性 当然也破坏了作品原本动人的一面 丁太生也很遗憾 他认为 宫林娜和美伊里牙 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作品意境 谢娜一张嘴就没有了 像是直接抡着大锤 砸掉了作品的 承重强 不得不说 谢娜这张嘴是真厉害 破坏性真的强 丁太生 还是延续了 他擅长的比喻式吐槽模式 宫林娜和美伊里牙 辛辛苦苦跑完了前面的赛程 把接力棒交到谢娜手中 谢娜不但不去冲刺 反而把接力棒放在地上 直接拿起大顶 一边拿着大顶一边喊 都来瞧都来看 看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是不是特别感人 一边喊着 还一边躺出了两滴热泪 真的是把自己感动了 丁太生表示 自己不知道谢娜有多厚的背景 每一次都能拿到歌曲最好的位置 她她她也直接拿到了副歌部分 但她气息太不稳了 音准也不够 所以只能依靠后期修啊修 声音修的 估计连她亲老公都听不出来 那是谢娜的声音了 和很多网友一样 丁太生也替黄丽玲感到惋惜 她认为 如果这一版的她她她 是由龚琳娜 美伊里牙和黄丽玲来演唱的话 真的能够成就一版新的经典 但历史不容假设 谢娜毕竟是谢娜 她总有办法出人意料 也总有能力 把一首那么好的作品 糟蹋得面目全非 丁太生虽然有时候说话很毒舌 听起来确实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她对于谢娜的一些点评 还是一针见血 很多都说到了观众的心坎上 谢娜这一次 确实做出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她她她留给她的全是负面效应 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把自己送上了热搜里挨骂 对于丁太生的点评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接下来说 浪解四五宫 谢娜带领全员进入成枫叶 你希望谁成团 网友们热评的浪解四 来到了第五次公演 姐姐们都相处得其乐融融 而网友和姐姐们的粉丝 因喜好不同而在各网络私的不可开交 浪解四五宫将是没有门票的姐姐们 奋力以搏的最后机会 五宫发布了新的赛制 排名第一的全员成为成枫创始人 也就是五宫获胜的队伍 全员进入成枫之夜 最后两名按人气排名第一的将会淘汰 目前还有六位姐姐未担任过成枫创始人 离成枫之夜只有一步之遥 目前还不是成枫创始人的姐姐有 贾静文谢娜队 刘亚瑟谢娜队 蔡绍芬陈家画队 曲颖陈家画队 徐怀玉陈家画队 吉娜刘亦云队 据说武功谢娜队拿下第一 根据公布的赛制 也就意味着贾静文 刘亚瑟两位姐姐 在武功拿下成枫创始人 可以顺利进入成枫之夜 而蔡绍芬 曲颖 徐怀玉 及那四位为获得成枫创始人的姐姐 将无缘成枫之夜 目前有15位姐姐担任了成枫创始人 获得了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加上武功贾静文 刘亚瑟两位姐姐 以及复活赛两位直通成团业的 唐伯虎和汪小敏 共19位姐姐进入成团业 这19位姐姐 你最期待哪几位姐姐成团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